如果他在最后的一次上诉机会的时候 如果上诉庭还是认为高庭的法官是没有做错任何决定的话 而维持原判 那么沈可廷就可以说是他就必须去服刑了 一场车祸悲剧引起全国瞩目 8名少年骑文型脚车遭撞死车祸上诉案 4月13号在高庭下判 法官宣判被告沈可廷 疏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名成立 判监禁六年罚款六千令息 被告需几日起服刑直到上诉获得批准 不过沈可廷还有多少个上诉机会 职业律师陈建汉分享 国内的法庭依据权限的高低 分成推示庭、地庭、高庭、上诉庭 以及权限最大的联邦法院 在高庭宣布判决之后 沈可廷接下来在上诉庭的上诉 将是最后一次的辩护机会 那无论今天是民事案或者是刑事案都好 每一个案件呢 在马来西亚都有两次的上诉机会 就以沈可廷的这个案件来说 那么他之前呢 他这个案件 选择市庭Magistry Court来进行这个检控 所以市庭他做了一个决定过后呢 他可以第一次的上诉机会呢 那无论是双方被告或者是检控都好 他都可以上诉到这个重推示庭到高庭 那么高庭做了裁决过后呢 还有最后一次的上诉机会呢 是到上诉庭去进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按照今天的这个案件的发展呢 沈可廷的这个案件 他会上诉到上诉庭那一边 做最后一次的这个上诉 如果他在这个最后的一次上诉的机会的时候 如果上诉庭还是认为高庭的法官是没有做错任何决定的话呢 而维持原判 那么沈可廷就可以说是他就必须去服刑了 当然我们比较难可以去猜测 因为到最后我们还是得看中间所涉及的这些供词 然后还有所提成的这些文件 还有可能一些专家证人的供词之类的 我们才可以可能稍微的 比如说可能还是有机会还是没有机会 那可是呢 如果是按照之前推市庭所做出的这个裁决 以及他的理由是说沈可廷他并没有超诉 他有绑这个安全带 然后其实在这个凌晨三点钟 他可以其实很合理的 我不可能会预测到马路上会有这么多辆这些角度 所以其实这些是推市庭的这个理由 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可能大家要知道的就是 在上诉庭的时候呢 上诉庭一般上会有三名法官 那么这三名法官呢 他的责任就是说 他们必须得看高庭法官在做出这个的时候 到底有违反了什么样的一个错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